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这句是说明 来女生之难 举释迦牟尼佛做例子 释迦牟尼佛前世亦有女生 从女生转男生 她行菩萨道即一个阿僧奇劫 这么长的时间勤修 先将女生转过来 转女为男 实非轻易 她是真事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她说出一个道理 就是情执 非常难断 没有真实智慧 脱不了情执 真实智慧是什么 了解事实真相 如事实真相 真的不容易了解 不要说我们了 我们看古内祖师大德 他们留下的住所 解释 女转男生 我们读完 就好像读这段经文一样 给我们一个粗浅的概念 为什么难不说出来 我们能发现到情执 是女生第一个因素 男女都有情执 但是女人比男人重 因情执而造业 多无间地狱 每个时代都有很多 我们在历史上看到的 都是帝王的后宫 皇后贵妃 争取皇帝的宠爱 用很多不正常的手段 陷害 这种事情多 造成宫廷里面 很不幸的事情 那些罪业 全是无间地狱 情执 是修行最大的障碍 很多人修行 不会成就 都在这一关破不了 被障碍住了 被淘汰了 第二个关口 是傲慢 第三个关口是怀疑 这三个关口是三毒烦恼的核心 我们也很难得几十年功夫才发现 直到佛经常常讲的 贪亲痴三毒 我这个发现 是从遗息里头发现的 就是一念迷失自清之后 极快速的时间 盛德变成阿赖耶 阿赖耶由业相变成转相 转相变成境界相 可以说是刹那之间完成的 转相就是第七色 第七色是什么 是四大烦恼 糟缠在一起变现出来 叫末拿式 那四大烦恼头一个是我见 误会了 以为这个就是我 他里头还没有身上 以为这个就是贪亲痴 你看我爱 我爱是贪 我就从这个地方看不到 那个爱就是情质 我爱就是傲慢 傲慢是亲为的根 亲为的核心 后面是痴我痴 我痴对照根本烦恼 贪亲千万怀疑 所以怀疑是如痴的核心 一有怀疑 一有怀疑 智慧就没了 就如痴 从偶慢发展到亲恨 从情痴发展到贪恋 贪亲痴从这样来的 所以情痴 傲慢 怀疑 是贪亲痴的根本原因 贪亲痴从哪里来的 从这里来的 我们了解事实真相之后 学法要断烦恼 掌智慧 断烦恼从哪里断 就从这三个落手 这三个最严重最厉害 这三个破了 其他烦恼迎刃而解 很容易随倒 斩草随根 要知道这三毒严重 我们受三毒的害 生生世世在六道里头受苦 无办法出去 原因就在这里 我们恨人 我们的傲慢 我们的情痴 对人伤害不大 对自己伤害太严重了 古人所谓 伤害人家只有三分 伤害自己七分 我觉得不止 伤害人最多一分 伤害自己至少九分 得不常失 伤害不了人 最大的伤害 伤害自己 这种叫自害 不是自利 学佛先将这个事实真相 搞清楚 搞清楚了 我不再怨恨人 人家怨恨我 我亦不怨恨他 我不再上当 一生 无情质 无傲慢 无怨恨 那个人生活得几快乐 那种人生 就是方东美先生说的人生最高的享受 什么人 屠杀的生活 他真正觉悟 他不觉悟那种严重的烦恼 他放不下 他自己寻苦仇 这就叫迷惑颠道 觉悟之后 不做傻事 跳出来 这样才得到人生最高的享受 最高的享受是佛菩萨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对我们的影片通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